据香港南华早报网站1月24日报道 中国经常被工业化国家视为善于模仿但不善于创造的国家 但1月23日公布的一项研究发现 在衡量创新的一个关键指标上 中国已经超过美国 并且正在另一个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专注于美国科技政策的华盛顿五党派智库信息技术 与创新基金会的报告发现 中国在2020年的创新水平是美国的139% 高于2010年的78% 根据另一个衡量两国经济和人口相对规模的指标 中国的创新产出是美国的四分之三 高于2010年的58% 据报道 该基金会主席罗伯特·沃特金森与研究助理伊恩克莱 共同撰写了这份报告 沃特金森说 中国正在从模仿者向创新者转变 他在走一条亚洲四小龙所开辟的道路 但规模要大得多 地缘政治后果也大得多 中国在超级计算机 太空探索 人工智能量子计算 和高铁等几个关键领域 展现出引领全球的巨大潜力 据报道 这份题为《觉醒吧!美国!中国的创新能力正在超越美国》的报告成 如果幅员辽阔 人口众多的中国 能够加入这个精英俱乐部 他将在数十年间改变全球地缘政治 工业链和力量平衡 近些年 中国加快了创新努力 并用官方文件将目标具体化 长期以来 西方领导人和技术专家一直低估中国 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研究了2010年至2020年间的22项创新相关指标 包括风险投资 专利和先进产业增值 他得出的结论是 中国几乎在每一项指标上都取得了显著进步 中国取得重大进展的方面是 科学和工程文章的数量和质量 与特定创新相关的全球专利数量 以及其通过专利和其他进步所获得的报酬 到2020年 中国所拥有的国际专利数量超过了美国 除了地质学 大气科学和海洋科学 中国在所有被调查领域发表的科学论文数量均超过了美国 报道称 世界经济论坛去年12月发布的报告称 2021年 全球获批的170万件专利中 中国占到了39.6% 其次是北美占19.9% 欧洲占11.8% 但情况好坏参盘 报告称 除数学和统计学之外 中国研究在所有领域的影响力都不及美国 再将创新转化为高研发产业和高技术出口方面 中国也比美国弱 该报告进一步指出了一些对中国造成不利影响的社会趋势 例如中等收入状况 人口迅速老龄化和经济生产率下降 统计计划 语筹 订阅